很多人做糖醋排骨都是直接下锅炒 做出来不是发苦就是咬不动 其实那样做是不对的 今天就把正确方法分享给大家 做出来色泽红亮 酸甜适口 大人和小孩都特别的喜欢 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往剁好的排骨里撒一把面粉 下手给它抓拌一分钟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力 可以清洗掉排骨上面的血水和杂质 然后加入清水把排骨表面的面粉清洗干净 抓好后可以看一下清洗出来的水 非常的浑浊 然后再重新加入清水 把排骨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捞出控干水分 接下来准备一点生姜切成薄片 大葱切成段 切好装入盘中 再放上两个八角 然后把排骨倒入锅中 加入一些葱姜和料酒去腥 然后倒入没过排骨的凉水 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后用勺子打掉上面的浮沫 这些都是腥味的来源 把排骨焯水三分钟 然后把它捞出来放入温水中 把排骨表面残留的浮沫清洗干净 切记一定要用温水来清洗 要不然做出来的排骨口感发柴 洗净后把排骨沥干水分备用 下面准备一个空碗 加入一勺料酒 再加入两勺生抽 加入三勺冰糖 用冰糖做出来的糖醋排骨 口感更加的柔和 然后再加入四勺陈醋 这里陈醋 冰糖 生抽和料酒的比例是4321 用这个比例做出来的糖醋排骨 酸甜适中特别的好吃 糖醋汁调好后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里加少许食用油 加入适量的冰糖 我们来炒一个糖色 这样做出来的糖醋排骨颜色才更加的红亮 把冰糖化开 开小火慢炒 一直炒到糖液起小泡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排骨 把排骨翻炒上色 然后放入葱姜和八角 稍微翻炒一下 然后加入适量的开水 摸过排骨 这里一定要加开水 加凉水排骨一冷一热 肉质就会发柴 接着再倒入我们调好的糖醋汁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50分钟 时间到了后 再把葱姜八角都挑出来 加入小半勺的食盐调味 然后开大火收一下汤汁 快出锅的时候再加入一勺陈醋 因为前面加的醋经过高温都挥发掉了 出锅之前加入陈醋 可以保证它的酸味 收浓汤汁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撒点白芝麻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糖醋排骨颜色红亮 酸甜适口大人小孩都爱吃 喜欢你也动手做起来吧